IT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在台北电脑展前 英伟达曾经预告会发布超级芯片 但是却没有在电脑展上展出 很有可能是和AMD新有灵气点通 打算在即将来临的E3展上公布 刚刚好RTS系列面试一周年 据外媒的最新爆料 英伟达将对RTS系列的三款显卡进行升级 分别是RTS 2060,70,80 核心频率更快,显存频率更高 至于RTS 2080Ti暂时没有什么消息 不过个人认为RTS 2080Ti很有可能会按兵不动 毕竟同价位RTS 2080Ti暂时还找不到对手 另外Super版的RTS系列还会降价 也就是加量不加价,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 其实也不奇怪,一年时间过去 RTS系列的制造成本,量频率肯定都得到改善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 早买早享受,玩买想折扣 至于价格降低多少 外媒猜测最多会降100美元 各个显卡的起步价会降为599美元 399美元和299美元 新卡的命名暂时还不明朗 既然预告是Super 会不会是RTS 2060s的命名方式呢 最近打算入手光追显卡的小伙伴真的可以等等 看完游戏展再考虑更新硬件吧